这些事业、土壤、这些妖魔鬼怪 不可以化 那么让这些事业、土壤的都很安静 很清净、清净 让人受幸 所以这是说到我们这个 我们的灵魂中到底有感觉? 没有感觉,大家参考了 参考,思考看看 那么如果依为事来说 他们在研究到我们人的 这个心意识 心意识,还有我们这个心枯 它互相关联的作用 有些作用,我们没有说很清楚 当然,如果我们人的尝试 就说死后就没完 死后就没感觉 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时 心意识和这个心意识 互相关联的作用 我们去给他时刻时刻 让他推理看看 他可能会参考到 我们在 欧生的时候 不是说真的都没感觉 所以 这是说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要让他们研究 我们要让他们研究 所以如果说意念没的人 我们是说 用特懂 更安稳的方法 来忧生 我们要说 世恆的事情 轻重繁殖 有金、有重 有金、有金、有万 对吧 什么是金、什么是万 我们说 世恆教 我们做三十信念 即便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足以前死 你如果现在去世恆教 世界作本 阿弥陀你一万 我们这儿卡手很小 欠人你现在再来 那么度重生的事情 你就要快来 现在再来翁生作本 我们三十月的念 即便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足 就是教世界阿弥陀佛 乐邦化足以前死 也显斑 所以辛苦较要紧 你如果说 我来为了说 我要留一些 色心 要来让这个人有一个目标 有这个心中 他还没有去生活 这样这个 轻斑、好壞 自己要去 轻轻 我们说轻重繁殖 什么是轻、什么是丹 你如果让他去一个心中 然后 结果 人家 他不是不是去拜佛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去吃菜 你也不知道 你让他一个幼稚 去消化牛肉 这样就有意义了 比如说让他给一个幼稚 让他去吃牛肉 然后来消化 来拜读 那么 他也不吃素食 你也知道 你观好 他面子去看 他敢不去看书境 也不知道 还是去看什么 看哪看谁 你也不知道 这就是说轻重繁殖 轻重繁殖 如果是较要紧 是要去生活 较要紧 那么你说要度重生 可以了 你如果到西方教世界 分身无数百聚之来 那么你可以 化身无数百聚之 你可以度很多重生 你可以到西方世界去度重生 那个时候还要教头目老祖 要做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还可以 请霸油的化身 那个时候 组练就更快 像说 我们如果拼夹一个 这也只能做一件 如果去西方教 就更快 更快 做更快 所以说轻重繁殖 那么过来说 140亚 我们说完 说如是定严妇 体重心 新乖油的 奥氏结果 百千余影 金粗的涅蒜 意思是 帝宗菩萨 要跟众心讲 当然你如果做了这个胳膊 再来 140亚 说如是定严妇 体重心 预感差别 帝宗菩萨 百千方便 离教法子 帝宗菩萨用种种方法给它教 那么 是自重心 神秀如是定佛 逗地瘦 当经减手 无有出役 意思是 如果做恶验神秀佛 佛后还会对地瘦 那么 动经结束 动不动就 开心 开心 事故立定 佛林佛国 无人是 自重业的众生 所以 这个世主说 你们这宿天皇 佛林佛国 希望不能让众生来做这个业 来让众生做业 这来140亚 宿天皇闻意 替内悲叹合掌的退 宿天皇听了 众生就是这个业 在这个佛 感觉很悲凶 众生都不知道 这个好坏 不知道这个苦 所以合掌离退 就是表示 他 尊教佛的意思 他可以来 佛林佛国 众生不要来做这个业 那么合掌离退 这是第四病 今天 来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作词 亨广 6.4.18 好 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放长 请放多一百四十一摇 我们曾经说到这片的最末 我们曾经说得比较快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百四十一摇 说这个世尊说如是定严佛提众生入感差别 帝宗菩萨百千方便二九八字 意思说帝宗菩萨的众生说 你做什么科普 你做什么科普 那么再来这段说 那么这个所在说 意思说众生如果穿上头正 这样扎心、陶德等等 那么他生修如是定佛 那么生修佛 显对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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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说出帝宗菩萨的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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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不要打拼、吃牢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是現世的胎人、繁華 就能現世就去管 這是現世的人 老婆說到月下沒有人要生日 很多人 比如我們看小費 有發言館、輿論 有時候說的老婆翻,翻來翻去 翻到月下的人就知道看伯 翻到月下的人就知道 這都是花的佈 那麽是這個貴重菩薩說到這裡的 說花的佈 比如說頭前說我們打小孩 翻身小孩要大人的打你 意思是說 翻身邊打線受暴 平定 那麽這些就是說 這是花的佈 這是我們說現世的佈 所以現世的 我們靈感就有了 所以古早的姓靈 如到空主 那麽都說了 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我們這個人家庭 如果好呢 那麽我們這個 怕孫老闆就好 那麽呢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養 那麽這家庭如果都做壞事 全部你去變重生的 那麽好也沒過幾代 那麽所以說呢 我們靈感的 人跟人是佛兇的 我們人有寇有寇 他去有重生的時候 有一天白人有寇有寇 他就要報仇了 他就要報仇了 我們今天有寇 我們可以感到很糟糕 有一天我們沒有寇 人就看我們沒有寇了 那麽今天就說 今天有寇有寇有寇 金主比重生 有一天我們沒有寇心落寇 我們也不會公共寇佛 所以人跟人都是佛兇 所以我們寇佛重生 好像說你如果打狗 狗也很想幫你教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寇佛 我們寇佛這麼寇佛 寇佛重生也是很想幫你佛 那麽這是佛佛 所以說 是寇重生生如寇佛 就是說這個佛佛 還是說現世佛 現世的佛 有的人殺生 現世就不好過了 那麽這是有的人說 過去的因果故事 說有的人殺生 那麽到了2秒鐘的時候 就倒掉了 腳就要向天這樣掉起來 才會睡佛 那麽人說 看你為什麼腳都要向天 柳面層腳都要向天 你說我這樣掉起來比較睡佛 那麽再生的殺生嘛 那麽這都現世佛佛佛 那麽對地獄 當天結束 後來再會對地獄 那麽經過很多夾 無由出吉 那麽無由離開 這個地獄 出吉就說 什麽吉才要出出吉不知道 你知道嗎 好像說無吉就好行 不知道當時才會出 至國立定的佛林佛國有靈 是從中央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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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所以世尊教代的宿天王說 你是佛林佛國的天王 你佛林佛國 還佛教 佛祺這個佛教 所以不要讓這些種植來賣賣眾生 就是說讓眾生不知道說是非善悟 所以我們信任我們是有這個北冠財裡面說 說給這 我們北冠財裡面說 我們如果是這個禄災禮 我們經典裡面說這個禄災禮的時候 那時候,比如說蒸財 蒸日、莉莎跟月底 那麼這禄災禮,他就叫這個經典裡面說 這個禄災禮 頭一天是田農出來出巡 田農出來出巡 發的靈感有像作全書 这样做恶寿 做神书就改革 做恶寿就改革 然后再来这个天王寿 这个出神 最后的时候这个天灵 道理天 他也会出来出神 我们明天说出神了 出来的时候 他来看这个灵感 什么人做神 什么人做恶 那么做神 就有机会生天嘛 那么做恶就是钢灾嘛 所以这个寿天王和道理天 都是佛灵佛 都佛齐这些灵感 希望众星大家不要做恶寿 所以说不要让这些中严的那些众星 随随高代的寿天王 说你就好好够众星 不要让他做恶 再来反过来 十八四十里 说寿天王文艺 地雷鼻涛 合众离腿 那么寿天王 听了的时候 感觉说很悲凶 那么人也能做天王 都是行善俗来的 都是行善俗 才能做天王 才能做天灵 那么他看这个灵感的人 他感觉很悲哀 有什么人做人好好就好 有什么要向上欺负 向上上海 对不对 向上这样 那么利用 有什么不要好好做人 那么这四五天王看我们人 做人 做人 都是祖师祖祖祢 他感觉很悲哀 有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做 上来各部都不好 上来也没法做天灵 他可以做天灵 所以他感觉很悲哀 好好的人 有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他说替内悲叹 合掌而退 众离腿 那么这是第四五天 再来说第六名合併 这是第六 因为以前说这个灰部 说现色部 之后就是第六 所以再来就是说这个第六 因为刚才说的都是这个灰部 现色部 就是说现色 你这四人如果说 做什么 你现色 就能听到这个灰部 不是说没应该的 那么当然有的呢 是这个现色部部 那么好色部 那么所以再来说这个灰部 就是这第六 第六 那么第六呢 为什么叫第六呢 就是主要就是说 经典里面说这灰部 这灰部都在灰部 灰部也有这个灰部 那么再来呢 就是说 他无忧快乐 所以叫做这个灰部 再来 显过来 一百四十四啊 看经典里面说 你是保险菩萨 魔菩萨 这个保险菩萨 就出来讲话 就出来问了 说问第六佛菩萨 意思是天皇公元 公元离鬼 不是离鬼 退下后 这个保险菩萨就出来问 说问第六佛菩萨 说您这 您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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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佛菩萨 那么您这就是一种 我们都尊清啦 我们有这个 如说说灰部 有主比的人叫做灰 我们这个人呢 君主呢 就是灰部 那么我们一般人 说灰部 就是说 赞叹的话 说这个好听话 当然这个菩萨 他可以承承这个名号 那么我们一般 都没有这个灰 灰就是 如说说灰部 爱灰而已 爱众星叫做灰 我们虽然有爱 有爱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真的爱众星 也就是我们说 足鼻的众星有保险吗 我们保险的足鼻 只有人吗 动物有没有啊 那么还有其他的众星有没有啊 所以真的可以说 这个灰部 是 算起来是不简单的 所以这个保险菩萨就叫灵将 公元为天灵宿炯 希望你为天灵啊 宿炯啊 还有这个宿炯 还有这个宿炯 这个宿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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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灵 天灵 那么这个佛法 与天 那么 还有未来 现在一切众星 还有未来 世 还有现在 世 一切众星 希望你呢 希望你呢 说三五世线 去炯夫铁 三五世线的炯夫铁 里面呢 最后宿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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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最后宿炯 所以最后宿炯 那么呢 好宿炯 那么 好宿炯 还顶顶 这些作业的众星 宿炯 宿炯的宿炯在哪里 宿炯在哪里 宿炯的宿炯在哪里 还有帝国名字好 去屋宿炯 他宿炯的这个帝国 是什么名字 因为帝国分很多种 很多种 去屋宿炯 还有这些宿炯的屋宿炯 心定 希望这个帝国佛祭 你告诉我 因为你 你帝国度种星嘛 所以保元佛祭 就请帝国佛祭说 说这个未来生的 没法种星 他是哥佛 让这个没法的种星 知道说这个哥佛 因为呢 我们凡夫的人 没这个忿炯 没这个忿炯 没法炯 我们人都是肉炯 肉炯我们觉得 洗肝就是人 这个人 做人就是人 做董物就是董物 我们人就是要吃 所以说 我们就没法了解 有这些因果的事情 像最近有人在传 传 网络有人在传 传说中国台来有人在吃人 吃孩子 还有商品 看得很恐怖 那孩子差不多要吃 那可能是流散 还是怎样的 很小的 放在盆子上 用一支刀去切 然后用锅子底去沉 真的 旁边的锅子上 还有四五个在吃 那孩子很明确的 我们看那孩子就是僵 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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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膝、手都看得很明显 就去沉 有人在传 意思是有够 有够灿 有够夭壮 这种也有人在吃 我们看到 流散的孩子 买到来吃 那么 这个 我们觉得 很赞 很赞 但是我们人 中生在做的时候 都没有感觉 有的人说 有的人在吃狗脑 狗脑也是 揉揉 那就是跟脖子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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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也给你吃温蜜的 我们家人也有温蜜 温蜜 温蜜也流出去了 所以 我们感觉 我们做人的时候 感觉 那些不胜 本来人就要吃了 如果没有吃 整个人都专闭 有人就这样说了 所以说 但是中生 他有感受的 他不是没有感情的 我们头前说 如果吃狗脖子 脖子 老母也会比胸 他也会吹 他也会吹 他比胸 他吹的 最深 那就是 我们说 最深的 他会温蜜 他也是没有 机会而已 不然呢 我们现在虽然比较有力 在导臺里面 我们做人 比较有力 如果不小心 我们如果 这个 这个 当然 专门好就没有了 你如果照到亚马逊河 你会吹着苦 你要怎样 比较大 对不对 你吹着蟒蛇 爪比较大 你吹着蟒 你吹着蟒 蟒也比较大 所以 我们人 现在 华仔这些事 感觉很正常 所以 这个 我们菩萨就叫 帝宗菩萨 说 他们这些 多苦的众生 他们做了 去哪里 去哪里 有什么 没有 那么 希望 让外国的众生 可以知道 再来 145 他说 帝宗 大家 帝宗菩萨 回答 您者 他也回答 普显菩萨 说 我今生佛威神 吉台书 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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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 说我今天 生佛的 摄牙摩尼 佛的威德 心力 所以生佛的威神 所以 菩萨虽然 他自己可以了解 但是 他也 死死死死死 都会记得 佛的 佛的 功德 所以 今天 在法会当中 有佛 摄牙摩尼佛 在头上 所以 他也说 我是借着 摄牙摩尼佛的 威德 心通力 所以 我不知道 我怎么说 那么 他今的 大书 吉利 大书就是 普显大书 意思是 今天 帝宗菩萨 他说 我是借着摄牙摩尼佛的 烈梁 跟普显菩萨 你的烈梁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所以 帝宗菩萨 他的态度 是很欠义 我们可以认识 所以 借着 普显菩萨的烈梁 烈梁 烈梁 帝宗菩萨 最佛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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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现在说 我这有这个 帝宗 我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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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后面 如果说这个帝宗 我们感觉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么 比如说 我们一千年以前 那么 如果 伯伯都吃油草 那么 都是吃油 吃油丸 那么 如果有人说 如果有人跟你说 一千年后 头部疼 可以伯伯 有疼 可以伯伯 可以伯伯 那么 肩哪儿回去 可以伯伯 如果不可以伯伯 那么 嘴巴可以伯伯 可以伯伯 那么 你要跟一千年的人说 说 这些什么 便宜 我们一千年后 有一间叫做 台台便宜 容肿医院 看你 要倒水 倒肉粥 倒野孩 要拉皮 要整身 你如果这样跟他说 一千年前的人 是不想相信 他说 麻烦你帮我说一下 外科你做什么 内科你做什么 起科你做什么 一科一科 说我好听 那么 我们如果要跟他说 我简单说一下 几行 但是 你如果便宜里面很多 对吗 那么很多 那么 我们比较 以前的人来看 我们便宜 可以开桌 可以接经头 也可以开心臓 硬硬硬 如果以前的人觉得 不可能 我们也看不到 那么 比如说 我们现在虽然 没有看到的地方 但是 菩萨跟我们说 有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相信 因为 这是菩萨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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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 但是 大众菩萨 说很多 所以我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说略说 还有 嘴部 欧部 技术 他所受的高部 146个 说 真的 厌抚体 当风 有参 厌抚体 有一个参 叫做 鐵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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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参 黑穗 就是 黑很高 意思是说 这个参是黑貌 那么 不是说像 我们的参 满目青山 火箭青山 多有妹 对吧 那些参都是很漂亮 但是 那个鐵尾参 那些 那个鐵尾参 是糖 是金属 所以说 它是黑貌 那么 它也是这个 它说这个参 它是黑 我们这个参 我们普通的参是 青色 不然我们说 荷番参也白 那么 它那个参 整个都黑 没有 没有 例如说 立头 月娘 这不够 这不够 那些地方 那么 有大鐵尾参 那些鐵尾参 有一个大鐵尾参 叫做 吉尾尖 尾尖 我们之前说的 受苦無甘 这些无甘鐵尾 还有这个鐵尾参 叫做 大阿鼻 阿鼻 阿鼻 阿鼻就是 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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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到这个鐵尾参 没有人给你救 没有人给你保护 我们如果说 这个赤尾参 要靠什么 给我们保护 有钱有钱 可以 但是到鐵尾 你现在有钱有钱 到鐵尾参 也是没有人给你救 没有那个管理可以说 不是说 拿钱可以买的 甚至有人说 我可以用钱买 好像不是说 你买多少钱 金要做什么 我们人 好像小肝人说 哦 用买螺旗 对不对 谁说跟你说 你如果要过车 他就要拿钱 用买 让我们过 那么呢 这个小肝人 自己想 小肝人会买 那几个人会买 几个人会买 小肝人会买 小肝人说 我可以来买 我如果十年 我破一年就好了 对吧 小肝人会买 但是呢 这个 鐵尾是不厉不求 再来说 富有地狱 名曰四角 这些都说 鐵尾的名 说武甘 说阿鼻 说四角 四角 那么这个主角来说 这个 什么叫四角鐵尾 这个圣医法师 他主角 他说四角就是说 我们人去鐵尾 都切到四四角角 好像牛肉 同样 牛肉 那么 它冷冻 冷冻 以后呢 用夾器都切四四角角 对吧 所以 屠宰场 是不是鐵尾 那么 切到四四角角 都一角一角 一角一角 所以这叫四角角 再来 福有地狱 名曰飞刀 飞刀 就是说 空中有刀 背来背去 背来背去的时候 那么 那边跟空中 就飞刀来 再来 福有地狱 名曰火箭 飞刀 有火呢 那边的鲜 把我们射过来 我们看 这个古代的 鲜尾 或者是什么 就是用鲜 把点火 对吧 把点火 射去 射去 那古代的草花厨就倒了 对吧 不然说 古代的鲜 就是用灰子 去射 所以这也是灰子 有的人 去让 鲜尾 射死 对吧 我们人有做这个鲜 那么就有这个鲜尾 所以它也是灰子 那个鲜是 后面点火 夹了 射下去 整个人烧起来 烧起来 那样 这个灵感就有人做了 那么 这有这个灰子 叫做灰子 故有地狱 名曰夹山 夹山就是说 两个三个夹造的 夹起来 夹起来 所以我们灵感 有的人 在灰子里面 在灰子里面 对吧 人的海事 在灰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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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有人做这种的夹 所以 这两个三小夹 叫做夹山地狱 才是有人这样做 那么这个地狱 就是这种的胳膊 再来说 富有地狱名曰通腔 就是用这个 我们古早的这个灰子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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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车,剃车就是用车搅 用车搅,底下来用车搅 富有第一名月铁床,还有剃层 当然这剃层一定是烧的 不可能说剃层是冷的 你先烧烫一烫 富有第一名月铁牛,然后底下来 底下,就是去用车搅 用车搅,搅这个人 所以就是说,底下来内的车搅都是铁的 车搅,这样收货 富有第一名月铁一 用底下来内,穿这个铁衫 这铁衫烧烧,这样穿在肉上,穿在皮液下去 那么这,我们看到有古代人要刑的时候 用鐵一樣有 鐵一樣燒也有 那麼這胳膊穿這鐵衫 全身骨都燒鐵 後來復有地名曰千刃 千刀萬刀 那麼他就要掛一千刀 這樣整天都要掛 台積這麼有不知道要掛一千刀 可能也要 一隻骨、胃皮、腳、手 一隻骨可能要掛一千刀 那麼我們人要掛一隻骨也掛很多刀 所以這個台積呢 復名曰千刃 復有地名曰鐵鯉 鯉鴨用鯉鴨來打 復有地名曰洋童 這是鴨鴨 這個鴨鴨就是吹乾的時候 喝這個燙的鴨 意思是說 地底下沒有水了 那麼如果再吹乾 就是这个冬和烧油 冬要烧油就滚了百度 都喝下去 蚊子、蚊子都拌下去 嘴子、嘴子都拌下去 这个阳桶 不由地狱名曰报祝 有的地方叫末这个条子 这个古早就有了 下朝的时候就把这个凡人拿起来 用末的剃条子 剃条行火 凡人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末这个条子 不由地狱名曰流火 流火就是火在烧 比如说我们中生财生放火烧 比如说有的人有着要求聚 把这个地方放火烧烧去 那么这个地方里面就是这个 收这个壳 都是火在烧 再来富有地名曰根蛇 就是说水雞 用梯子 来给它雷 雷它的水雞 我们说拔蛇根里 水雞叫材用梯子滴 表示这个人 这个水雞很害 很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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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圆翁 和海人 人没有水雞 人没有水雞 就说有水雞 也就是说做这个 不禁忌的这个 政令 我就 人家就没有水雞 就说有 有就跟海水 所以这个水雞 不禁忌出来的 都不禁忌到禁忌 富有地名曰措手 措手就是说 沾这个头 沾头 那么 所以 以前也是有这个 沾头的这个座 再来说富有地名曰烧脚 有的是烧鞋 尾鞋 都全这个 火在烧 所以这个古早的人 战斤的时候 什么方法都会想到 对 用火在烧 放水雞 櫻 这都有 战斤的时候 不要说那个就好了 我们 那个 几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臣 就有 那些放水雞 櫻 怕日本朋友打到来 放水雞 櫻 有这个长江 放水雞 櫻 要櫻很多人 所以说 我们如果说战斤的时候 就是说 你像这个希特勒 希特勒 也会准备人 所以 这个叫做烧鞋 用鞋 把它烧 富有地域名曰 铁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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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有这个椒 会在盖目标 盖他的目标 那么 富有地域名曰 铁丸 铁丸 就是说 铁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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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铁丸 没有饭丸 所以吃铁丸 那么 所以 这个就是说 他的胳膊 胳膊 那么 这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 饮食当中 不知道参加什么 比如说 我们现在人 吃这个 我们说 做那个 黑心的食品 吃铁丸 那么 可能大家吃铁丸 比如说 做这些 或者说 比如说 现在有人说 有些 做生理 黑白 比如说 素食的 铁丸 有点要贪钱 有点要贪心 有点要贪心 这样也不好 所以这些铁丸 又应该吃东西 有点要贪心 在做这个 铁丸 当中 那么 就这个胳膊 后来说 附有地域名曰 真论 真论 他主要是说 用铁丸 让它最快 那我们看这个铁丸 就是 就是在柯林 在柠檬里面 整天都在收纸 完结 很疼 很疲惹 那么这就是说 其他意义 后来 富有地域名曰 铁丸 铁丸 铁丸就是 波陶 对 对 对 不